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中门法讲师 各位闲事同修 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师父一直期待 我们中门有更多的论坛 圆桌交流 更多的学术活动 能够让我们 对鬼谷文化的学术基础 更加了解 同时也对于 中门将来在 推动 弘扬 发展 鬼谷文化 对 当今对未来 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 提供 更广角度的 面向来 表现 我们今天 5月26号 下个月的 6月23号 一直到10月11月 我们都有 前天的论坛 每一个场次 除了我个人来为大家服务以外 师父来当主席 然后我们 每个场次 都有五位教授 学者 来跟我们 做口头的论述 在我们 今天5月26号 跟下个月的6月23号 我们 论述的人 他们 早就在 去年的年底 已经 把他们的大作 都 呈现在 这本古字经用的 论文集里头 今天他们特别在 用口头 来跟我们加以论述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 了解 我想我们 中文 对于鬼谷文化的 古字经用 的论述 我个人是觉得 是我们应该 不是在于某一个 小角度而已 应该 应该更大的 角度 包括 包括鬼谷子 原著的 十三篇 也包括 鬼谷子本身 延伸出去的 相关的 论题 更要包括 师父 跟鬼谷子 天人和以后 所传的 各种的法 以及我们 我们在实际的操作上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 策略 有些什么的方法 这个都是我们 要去涵盖的 面向 我们先请师父 把他的理念 把他的想法 跟对我们 这么一个论坛 他所期待 要达到的目的 效果 一方面 跟我们做一个 表白 表述 各自表述也可以 一起表述也可以 同时也希望 看我们 这么一个活动 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够达到 他所希望的效果 以及我们 对未来 所希望达到的 理想的一个途径 我们先请师父 谢谢 我们杨院长 还有我们各位 教授 学者专家 我们在座 我们维新闲事同修 阿弥陀佛 今天106年5月26日 我们继续在台中道堂 七楼 养旋楼 我们很诚心 诚恳的 请杨院长 邀请各位 专家 学者 能够光临 把各地的宝山 运到台中来 然后我们再从这里 各位专家 学者 挖宝山 鬼谷文化 古著今用 范围是广义的 自古以来到现在到未来 孔子所开示的一句真言 我非常赞叹 和恭敬与礼敬 就是无道亦以贯之 而无道 是讲心 代表全人类的心 是无 这是我道 就是他个人想法 所以孔子 他是代表 所有我们中华民族 无论在地球上的任何时间 投胎转世 都是谈心 所以今天我们请 我们的 法股大学校长 来为各位 来谈心 谈心 那么鬼谷子 他开始 开中名誉 就是要我们修口 和修心 然后来养灵 所以孔子 他所开示的无道亦以贯之 就是讲心 就是讲生命 讲历史文化 七千三百五十四年的 胡锡世主 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 人历其中 能够延续到现在来 这即是中华 文化的生命的命脉 就是孔子的 无道亦以贯之 所以太多太多太多的 无道亦以贯之的智慧 八万四千个法文的智慧 所以鬼谷子 王坦老祖 开示我们 要将鬼谷文化 这个大未来 就是从疫经开始 一以贯之 大家学疫经 做人处处口安心 大家学疫经 做处工作口顺心 大家学疫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 大家学疫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大家学疫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大家学疫经 修行道上可见经 大家学疫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疫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这就是鬼谷文化的 整个的精神 这个疫经 不是只有说 一话开心 再话辟地的义而已 是心法 将心比心 这个都是 如何将众生的烦恼 喜乐 全部放到心中来 用修行的方向 来加以贯顶 这个也是文化 所以鬼谷子的文化 是广义的 就和孔子 所开示的 无道义与贯之 完全是等号 所以在最近 礼拜一 我在我们身子 人脸共修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 礼印大同篇 就孔子 那时候就有了 礼印大同篇 礼印大同篇的历史 我们 黄院长最清楚 但是既然圣人讲出来了 我们就要 必定有他的真理 所以最近 我就把 礼印大同篇 我背了很久 也不好意思讲 所以这一次 我就把 礼印大同篇 把他 恭敬为 恭奉为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 任何一个朝代 的君王 总统 治国的尊严 治国尊严 这是非常非常高境界的 已经2500多年 到现在来 真正有落实吗 没有真正落实 所以这一点 我们 希望借着 维谷文化 大未来 这个发展 请各位专家 来为社会 过界 来提出 您的高见 我们将在 每个礼拜五 礼拜六 晚上十点 在微信电视台 的 这个 公德榜 来播出 虽然我们在场的 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之后 这个广泛的 推动 必须要 我们 大家在努力的 现在我们就谢谢 各位专家 学者你们 特地从台北 光的来 谢谢 谢谢 我们第一位 按照顺序的 鬼谷文化发展 大未来 由黄教授 已经把它写成 专书 他来做 口头上的 报告 我们请黄教授 师父 主持人杨院长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贵宾 各位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本研究主题是 鬼谷文化发展 大未来 因为时间的 一个关系 所以我要 要紧就 以下两大重点方向 来提出论述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要以鬼谷文化 来发展大未来 第二个是 如何以鬼谷文化 来发展大未来 那详细内容 请参阅本书 或本文 首先 要先对 什么是鬼谷子 鬼谷子心法 鬼谷子文化 来做一个说明 游资来导入 如何以鬼谷文化 来发展大未来 然后再提出 结论与建议 2002年3月9号 维新圣教 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 在树林 大安市 召开第一次的会员大会 本人参与其中 师父 在会中 曾明白开示 鬼谷子是人 鬼谷子是法 鬼谷子是无人 内心心灵深处 生命之光 他处处在 亦处处不在 缘在 物以不物之当下 不知道在座各位 他启示的是 鬼谷子是心 刚刚师父也开始 鬼谷子是心 心就是鬼谷子 不知道当下 您是否有将鬼谷子 放在你的心中 如果有的话 那相信此时此刻的 您是心安的 论及心安 记得第二届 易经刑法研究班 第一天开课的时候 师父及明摆的开示 学习易经 要有佛学的素养 所以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员 要请修行 然后师父又开始 修行 要先修心 修什么样的心 修一颗宽管的心 慈悲心 清净心 平等心 真诚心 正等正觉心 师父又开始 如何来修心 接着师父就提供给我们 各位都很清楚的 老祖师尊的 安心法宝 八句真言 来者不惧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 不可勉强 有缘则度 有德则住 皆顺天理 事事如意 这八句真言 很受用 所以一路走来 本人兢兢业业 未感懈怠 凡事做到 问心无愧 四为心安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鬼谷子心法 什么是鬼谷子文化 不足之处呢 其请师父指正 所谓鬼谷子心法 简单的说 就是鬼谷子所传法 民国82年鬼谷先师 完产老祖和师父天人合一之后 的师父所传法 解释鬼谷子心法 所以广义地说 鬼谷子心法 它管含义经心法 风水正法 唯心圣教教义 唯心圣教所有租经典 唯心圣教举办法会祭祖大典 所有诸法仪 解忧遗难诸妙法 祈安祈福诸妙法 消灾化解 解渊世解诸妙法 还有我们师父 随机缘开示的诸妙法 都涵盖在里面 总而言之 我们唯心圣教 唯心道章15615卷 的诸法宝 都是鬼谷子所传法 都是鬼谷子心法的视线 有关鬼谷文化 宗族混言成诗成明白的开始 鬼谷文化是鬼谷子 智慧的视线 它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尽虚空 骗法界 所以上述我刚谈到的 广义的鬼谷子心法 它涵盖在我们的鬼谷文化中 刚刚师父也开示 鬼谷文化是广义的 和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 是等号的 5月19日 我们唯心圣教 在基隆道场举办 第一次的圆桌交流会 师父在交流会中 也开示鬼谷文化 鬼谷道法几千万年 风风雨雨 千锤百念 空界灵界 皆有记载 各位想想 师父的这段话 它启示什么 它启示 鬼谷文化 有一个长远的过去 事实上我们研究任何一部文化发展史 皆有长远的过去 中华文化 鬼谷文化 当意如是 所以我们师父 他从1998年开始 即风尘朴朴的带领注重地址 前往中国大陆 荷南河北 湖北山东 新疆 青海甘肃 等地 例行追根溯源之时 寻祖源 寻中华民族选脉 中华文化法脉本源 本人多次参与其中 本研究发现 鬼谷文化 它源自于古今昆仑文明 中华山主文化 及周易文化 其中古昆仑文明 距今1.47万年 是中华文化天文立法 山河大地之学的本源 经昆仑文明 距今7800年 它传承至古昆仑文明 并缔造太极八卦九宫文明 传到中华山主 含人文 农医工业文明 也含古艺 连山归藏文明 极致周易文化 由文王周公孔子 赋予哲学思维 我们自身鬼谷先世 完成老祖 在距今2000多年的 现今与孟山 法天与圣 荣古今昆仑文明 中华山主文化 周易文化 与其精湛的 溥义残疾 天地阴阳百合之道 全辨魔略沟通之学 结合四十八截二十四三项方位 造就诸仲弟子 成就诸仙家 诸法家 诸兵家 阴阳家 纵横家 使天下去于太平 最重要的是 中华文化 可以渊源流长 至今能力久在迷心 所以师父 在5月19日的 第一场圆桌交流会议 曾明白的开始 鬼谷文化 鬼谷先世 是古至今用的道导师 故曰鬼谷文化 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发展中 重要之一环 是和平学 是和平文化 其内容精髓 古今中外学者 将之列为数学 兵学 游学 初四学等四大层面 面面交互作用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 而鬼谷子一书 它是 它的一个思想 它的一个中心 老祖的一个中心思想 神水经要 都在鬼谷子一书中 所以它可以说人 可以说家 可以说国 可以说天下 是一部旷世 自用之学 所以古来有学者 文人默克 常常以诗词 暂约 纵横之术 九流十家 玉中外 兵道之学 三涛六略灌古今 术学 游学 兵学 出世学 学之不尽 君战 心战 魔战 外交战 战之不胜 中上所述 以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来 发展大未来 应是明确的选择 尤其当今 国际间 全力平衡争夺 日复一日激烈 国际战略情势 发展 更是诡谀多变 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以 和平达 和平方式的 适当介入和 运作的维模 假以时日 相信可以为我们的世界 带来真正的和平 所以接下来 要来谈一谈 如何以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来 发展大未来 首先 要先对 人类可能的大未来 它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风貌 先陈述一下 有关人类可能的大未来 来本研究参佐相关资料 归纳有以下三大风貌 第一是 象征性型经济的发展 面对我们当今 21世纪的大未来 它是一个全球星致的 一个竞争的时代 或者我们可以说 在大未来中 能就是由知识经济来领航 未来知识的价值 它会持续在暴涨 未来脑力 它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工具 知识将成为最高品质的权利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未来 我们的财富 都是象征性的财富 并有谁象征而来的实质权利 它靠什么 它靠资料 创意符号 以及象征意义的快速转换 和扩散所形成 是属于知识的知识 因此 未来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长期发展目标 它关键必须建立在 脑力的工作上 尤其网际网络 网际网络 它不仅仅是 只是在传输讯息 未来它在传输讯息的过程当中 它会创造新的讯息 并且扮演其革命性的角色 其间我们如何来规范 如何的来监督 以繁范未然 教育要介入其中 第二点风貌 是生活的兴盛和国家的兴盛 换句话说 我们的大未来 仍旧是美好的 曾经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dmond Philippus 他在其大繁荣一书中 对于我们人类可能的大未来 他是持乐观的看法 包括生活的兴盛和国家的兴盛 不过他有一个前提 我们人类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包括对事业的投入 迎接挑战 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最重要的是全民 对于创造过程的普遍参与 换句话说 未来美好经济将带来美好生活 其间历程 仍就要靠教育力量的充分发挥 包括人才培育 和潜能的开发 第三点风貌 与大自然共生共荣 由人类自古以来的生活生存法则来看 我们人类不能够离开大自然而所居 人类跟大自然 万生万物之间 具有相互一纯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大自然没有人类 它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人类没有大自然 大自然失去平衡 我们人类将陷入万劫不复 由是面对人类可能的大未来 要回归人文人性的思维 要回归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思维 珍惜跟大自然万物的生态的平衡发展 也要重建与大自然的伦理关系 它也是我们师父一再强调的 天下一家亲理想的时间 中上所述 如何以鬼谷文化股至今用来发展大未来 本演就提出三大方向 一约经济 二约教育 三约宇宙整体关系系统的和谐 先谈经济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能将阻控我们的大未来 2013年春节团败 宗族混元禅师 在团败中曾明白的开示 未来世界和平发展基础 在经济 并择由我们维新圣教 世界台商服务联社主旗四 希望能够以鬼谷文化 易经风水学股至今用很重要 目前台商服务联社负责推动万家工厂 万家村计划 今年应该已经迈入第五年 第五年 其能 我们的原生法师在此 其能加快脚步 扩大区域性的经济整合 唯有区域性的经济整合 才能达到全球的经济发展 另外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 将会面临以下四大现象 该四大现象 它需仰赖我们鬼谷文化 古致经用以和平达和平方式来推动 该四大现象包括 偏见于歧视 将影响未来经济成长和政治不安 第二 未来竞争合作的经济结构主行 它仍旧继续存在 如何能够化竞争主力 成为合作的助力 很重要 第三 未来职场的权变领导 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它也是我们鬼谷文化的核心可提 第四 未来职场人力组合的五代同堂 将是沟通学上的一大挑战 而沟通学也是我们鬼谷文化的重心所在 由四观之 以鬼谷文化和平达和平方式 古致经用来推动未来经济发展 是正确的方向 第二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大方向 要谈教育 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未来教育 它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我们21世纪 它仍旧是一个资讯科技的时代 它的最重要的原料是什么 是知识 知识它来自于各不同的教育系统 换句话说 未来透过教育 可以让社会人人懂得如何来适应我们第三波的社会 未来透过教育 它可以让我们的学生成为一个富有经济效益和人文树养的社会一份子 台湾维新三教终主混元禅师 一再的开示 教育为和平资本 但是师父又开始说 未来世界与和平要有法 法籍教育 法源就是易经 故我们师父以宗教深入教育的理念 在1996年创办易经大学 鼓励大家学易经 2008年成立儿童学易经 推广中心向下扎根 很重要的让我们的儿童来学易经 2009年向教育部申请成立 维新圣教学院 其能将鬼谷和平文化全面向 藉由教育途径 普传全球 论说教育本人在2013年 以自己专场的教育心理学角度 契入研究鬼谷子一书 研究结果发现 该书蕴藏诸多当今教育心理学 所主张的命题 包括什么 包括教育目的 教学策略 教师效能 以及学生偏差行为的辅导与资商 所以未来人类 不论政治经济社会 各方面的发展 它能需要借由教育力量 以培育人才和开发潜能 尤世观资 鬼谷文化教育观的股质金用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它包括教育目的 教学策略 教师校论 辅导与资商 英语大力的弘扬 它是未来世界迈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资粮 第三大方向就是宇宙整体关系系统的建立很重要 它也是鬼谷文化的核心课题 包括人与己 人与人 人与团体 团体与团体 人与环境 人与自然 超自然等 特别超自然这一部分很重要 所以我们师父一再地强调 明扬两界同观照 相信这也是完成老祖很重视的课题 我们老祖 师父曾经转述 我们老祖的开示 说灵魂界不安 未来世界要太平很难 祖灵安 世代子孙 福慧增长 共转 和平大法轮 所以过去34年来 我们师父在这个区块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包括寻祖灵 迎祖灵 立祖庙 举办法会祭祖大典 安祖灵 为中华三祖解冤事劫 解冤和声 为中华民族15615姓氏 列祖列宗 万灵归宗 灵归 瑶池经末 等等 这些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做的 但是我们的师父做到了 请为我们师父鼓掌一下 我个人认为这一部分 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讲师 也都要来学 也都要来学 我们鬼谷文化不是只有意经风学而已 它是近虚空骗法界 所以严格来说 我刚刚讲的明阳两界同观照 它也是鬼谷文化的一部分 它是天下一家亲的理想的具体的实践 有关宇宙整体关系系统和谐的建立 本人从2002年开始 数次的以个人专场的社会心理学角度 契入研究鬼谷子一书 研究发现该书上中两卷十二篇中 偏偏皆论及主课题关系 并以达成天人合一 人际和谐为准则 视为宇宙整体关系系统的建立 详细请参阅本书 最后做结论 提出四点结论 第一点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证明鬼谷文化的传承古质经用 与未来世界和平发展 它是息息相关 鬼谷文化它具全面向 每一个面向都可以用来发展大未来 第二点结论 台湾维新圣教 以天下太平为本院 以弘扬鬼谷文化为终止 其对鬼谷文化的弘扬 容宗教教育学术一 并大力在推动鬼谷文化古质经用 至今33年的第一法轮的圆满 接续迈进第34年的 启动鬼谷文化升华阶段计划 第二法轮的运作 其加强与两岸随数各界的结合 更怕能有两岸推广到全球 第三点结论 未来即面对全球经济发展 国际战略情势发展 和宇宙整体关系和谐的建立 以鬼谷文化来发展大未来 因此明确的选择 第四点 如何以鬼谷文化古质经用 来发展大未来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愿景 第一点的建议 以鬼谷文化数学冰学游学 来推动经济成长 第二善用鬼谷文化的教育观 也就是说未来人人都要受教育 不论男女老少 四龙工商 人人都要受教育 而且未来教育 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包括父母老师老板 公司行好的员工等等 都应该再教育 再学习 希望能够透过教育 来跟时代结轨 透过教育 来追求 来跟世界的 来跟世界社会的需求 相结合 落实真正的以教育 为世界和平之本 包括人才培育 和资源的开发 第三点建议 善用鬼谷文化初始学 学习管好自己 和自己的诸种的关系系统 包括情绪觉察 包括压力管理 这个我书上 《鬼谷文字发展到未来》 这本书有详细的陈述 如何来疏导情绪 如何来进行压力管理 它是我们儒家哲学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也是小中大世界和平的基础 第四提出愿景 本文提出两大愿景 第一加速推动两岸学术各界 对鬼谷文化古智经用的研究 与应用 这个已经启动 然后第二个就是 希望能够启动 鬼谷文化古智经用的国际化 我们推向全球 我提出两点的两个小点 第一个先由 先由我们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 大中华文化圈作起 包括两岸 包括东北亚 包括东南亚 然后再从大中华文化圈 把它推向全球 推向西方的一个世界 但是必须要有翻译本的 特别是英译本的教材的编制和选择 也必须要有推广鬼谷文化的人才的培训 这可以说 我刚刚讲的一个推向国际化 它是一条漫长路 一条漫漫长长的路 它也是一项兼具的文化工程 文化工程 但是可以做 但是可以做 我们一起来努力 所以最后我要引用 2009年在台北举办的国际听奥开幕式的主题 来作为我今天的总结 该主题是 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 用心 刚刚似乎谈的心 用心什么多层 你就是力量 当我们看到近百国家数千名听奖选手 聚集在同运动场上 因为他们是听奖 聚集在同一个运动场上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只有奋力 只有微笑 各位想想 它启示什么 它启示什么 它告诉我们 凡事不用多说 只求多做 起而行 奋力而行 善用微笑 善用微笑 化解冤愁 善用微笑 来建立我们和谐的人际关系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谢谢 谢谢 黄教授 专书 我们在1月3号的论坛 都有在现场直接赠送 如果你没有的话 请你再想办法去索取 或者去想办法去借用 非常感谢黄教授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今天写了这篇文章 今天也跟大家做了报告 我想他所谈的鬼谷文化 就我这段时间 就我这段时间我的了解 我很认真的去把所有有关的书都找来 包括今天早上 包括今天早上 我一点半钟 一点半钟在佛堂 找你那基本所有的那个真经 安心真经 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写的 什么时间在哪里做的 在先佛事在哪里 我们应该包括到刚刚所说的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鬼谷子》这本书 这是十三篇 这本书各凭本事 历代古人到现代的经人 大家都去都去阐述它 那本事大的人 就像说你补了一个挂 那姐挂 那你大家本事各有不同 我当心理辅导工作几十年 学生的一个一句话 学生的一个表情动作 或者是一句话 在那边的嗯啊嗯啊 那个从心理分析上 我们都可以去诠释它的意义 所以就说呢 那本书那看大家 从哪个角度切入 所以我们现在古字经用 就是请大家 今天早上在车站的时候 我们杨国师杨校长就告诉我 我两个礼拜以前 请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告诉我已经写出来了 他写什么 他从鬼谷子的 今天要讲的是学校的行政 他当教育部的政务次长 当这个大学的校长 他从在教育行政上应用 但是事实上他的专长 他的专长终身学习 这个师傅最强调的 大家要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的真正的概念 真正的应该怎么做 他是行家中的行家 那他可以从这里切入来谈这个 那果真不错 我只拜托他 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 再写一篇文章 他今天告诉我 已经写出来的 那行家就是行家 所以我想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事实上是在 黄立宗教授 他的这个全书里头 把事物事实上 你们现在看到 事物这个也行 那个也行 不管粘气也好 这个不挂也好 这什么 这个通通都是老祖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师父 当然是所从老祖那边 所得来的东西 像各位 你们有些人说 不喜欢听我讲课 他们就是要来学师父的 一经风水 那你就好好学吧 那个就是另外的一类的本事 那这个是三个系统 我是归纳起来 这三个系统 都是维谷文化的内涵 我们要学的东西多了 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自毁博 说我们的是什么都不会 都没学到 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自大 因为你所学的 只是那个一点点而已 还有外面还有很多 我们现在请第二位 是我们请杨国志杨校长 他来跟我们谈 怎么样子能够把鬼谷文化 用在这个学校的 我们一经大学 不管是学校本身在经营 我们也在这里受教 我们也在这里当学员 那这个教育学 师与生 还有学校里头的行政的这种运作 鬼谷文化当中有什么 可以派上用场 可以怎么用 我们来听听这个杨校长的这个报告 他的文章也同样在 古志金用的 弄文集第一集里头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杨校长 чтобы建议的 我们在研究国志杨を 对 我们在研究大学